林志堅论文门正记身为指导教授的前国安局长陈明通 出出平反之憾是一场世纪大冤案是任之作战 而对此国民党立委王宏威哲炮轰 根本是在洗白林志堅 而台大对此也回应陈明通身为指导教授 应该要负起责政主动向社会大众致歉 主张林志堅并未抄袭 台大学联会的判决是一场世纪大冤案 前新竹市长林志堅抄袭论文案闹得沸沸扬扬 身为论文指导老师的前国安局长陈明通 为了替自己学生平反大动作出书含冤 记者会上秀出所谓公版文件 主张林志堅案闹这么大是因为认知作战问题 迎来最初揭发论文抄袭的国民党立委王宏威炮轰 他难道认为满嘴胡说八道就能够去洗所有社会大众的记忆 就能够洗白林志堅跟洗白陈明通刺激了吗 至于林志堅究竟有没有抄袭为何出现雷同难道纯属巧合吗 所以如果今天不是林志堅李亏他干嘛要和解 他干嘛要道歉他干嘛最后不继续上诉呢 那所以我觉得陈明通真的是睁眼说瞎话 针对林志堅抄袭案即使台大学轮会法院教育部都认定抄袭 作为恩师的陈明通还不死心至今还在喊冤 台大只能再发声明强调学术伦理和诚信 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 再次呼吁陈明通应该像